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动喷涂线的开机流程 首先我们要检测水源是否正常 把这个水源接好 把开关打开 这里通水了 正常 把喷涂线的总电源开关合上 检查喷涂线的气源开关 把总气源打开 首先启动控制电源 这是我们电柜的总控制电源 这里是启动电源 系统进入自检状态 自检状态的时候不能操作 设备正在进入自检状态 自检状态完成 进入主画面 这是开机画面 我们用这个触控笔轻轻地点击屏幕 进入主操作画面 启动 传送链条 这是预热炉 设定预热炉的温度 这是预热炉的 启动和关闭 现在是关闭状态 启动加热 这是表钢炉 表钢炉的那个设定表钢炉温度 这是属于加热状态 这是关闭状态 我们现在启动表钢炉 这是冷却吹风机 启动冷却吹风机 这是冷却抽风机 启动冷却抽风机 这是加油机 启动加油机 全部启动完毕 全部启动完毕 这是底油自动喷盘控制柜 首先打开控制电源 系统正在启动 打开照明电源 这是照明电源 照明电源 照明电量了 系统正在启动 这个时候不能操作 系统正在自检 正在启动 已经启动成功 进入开机画面 我们点击开机画面 进入操作画面 按启动摩擦电机 水泵 水泵这里 在抽水的 水泵启动成功 按吹风 送风机 抽风机 这里 选择 选择 就可以了 我们开启这个水冷空调 把电箱门打开 这是启动电源 启动空调 启动自冷 启动自冷 进入 入力 不好 出过 冷蔓 暖水 入数 入国 的 加密 入国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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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情况下按下这个报警 报警都全部停掉了 停掉之后要复位 进入这个报警画面 显示报警内容 然后把这个复位 排除故障之后清掉 清掉之后返回页面